一大早法国的朋友打电话说要带我去量最接地气的找事 说那里可以买到各种的奶酪和法国的香肠 还有现场制作的烤鸡和海鲜美食 来了之后我一看这不是中国的地摊吗 这老外也搞起了地摊经济 俗话说十年大工一场空 摆摊三年变富翁 今儿我就带大家瞧瞧这地摊都有什么 来了之后人还真的不少 天天政府说管控人流 但自从我来到法国之后 我是没有感受到人少的时候 这是法国人最爱的知识 这些都是羊知识 山羊的绵养的羊知识们 我试了一口 那么怎么形容呢 你们把马叉虫拼到一起厚的味道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你们自行脑补吧 我发誓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吃羊知识 不过想尝试的小伙伴们 别到时候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想尝试的话 这个长得像中国象棋的 只是是法国排名第一 是法国最受欢迎的乳酪 叫孔泰乳酪 每一款乳酪都有一款最适合它的酒 这一款是18个月的 价格是30欧元每公斤 也就是人民币240块钱左右 说到这里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每一个吃货都在用自己的肉体 挽救着经济危机 真的是可歌可泣 好吃 喜欢呢 点点关注哦 下期给你介绍 法国的香肠和其他的小吃 对 委员 是 嗯